为什么明朝建立后 高丽居然不自量力 出兵讨伐明朝 公元1388年4月 高丽国王王吴 决意对大明开战 他下令杀死明朝拆关21人 扣押5人 下令停用大明洪武年号 费汉服 行胡服 然后高丽国王争辽东军 共38830人 加上杂役5万余人 号称10万 于4月18自平壤出师 当时 大明已立国20年 雄主朱元璋已经稳定了形势 并在与北渊的作战中 连战连胜 高丽王哪来的胆子 要和朱元璋开战呢 事实上 高丽王朝之所以敢和朱元璋叫板 所依仗的 正是他们无以伦比的自信 和膨胀到天际的信心 原本 元朝建立初期 对高丽的态度十分强硬 在接连打击之下 高丽迫于压力 不得不与蒙元议和 并结为生救之国 这生救之国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高丽认元朝为舅舅 而元朝则从高丽撤兵 以保证高丽国体的完整 并且为了加强生救关系的紧密度 从公元1270年开始 高丽王主动遣派使者 前往元大都请求赐婚 得到了元氏祖忽必烈的英语 因此 从公元1274年 忽必烈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高丽世子开始 高丽王朝连续期待的王后 均为元朝公主 在这种持续不断的赐婚下 高丽王朝的期待国王 有四人是元朝的驸马 剩余三人则是元朝公主所生 而且元朝还在高丽设置了争东行省 对高丽的控制非常严格 在这种情况下 元朝在高丽的影响力越来越深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 高丽还派兵协助大元镇压农民起义 并参与了对张世成的围攻 很快 高丽统治者认识到 大元不行了 于是 公敏王决心摆脱元朝的控制 他趁机发动政变 诛杀了朝中复元被 废除征东行省问所 摆脱元朝控制 并发兵公元 收复被元控制的高丽故土 甚至一度越过鸭绿江 朱元璋北伐打垮元朝以后 很快建立明朝 逐步控制东北 公元1382年 明朝命令元朝降将胡巴都 招募女真人 开始控制朝鲜国境的领土 不过 高丽国王却命令大将李承贵率兵出击 双方一番激战后 女真人撤退 到了公元1388年 明朝派来使者告诉高丽国王 明朝将在朝鲜半岛设置铁领位 那时候的铁领位 并不是今天的辽宁铁领 而是朝鲜江源道的高山郡和淮阳郡一带 当时也叫做铁领 但此次元朝覆灭以后 高丽国派兵驱赶蒙古人 夺回了铁领地区 所以 明朝的这个决定 引起了朝鲜国王王无的愤怒 在全臣翠英的建议下 朝鲜竟然决定不但不承认铁领 还要派兵进入辽东和明军为敌 占领辽东领土 因为当时明军在东北的实力有限 主要经历在于对付北援 高丽王朝感觉有机可乘 于是在一番折腾后 高丽好不容易凑齐十万人 由大将李承贵率领 准备发兵攻打辽东 李承贵作为高丽非常有威望的名将 他不糊涂 知道这是在送死 但他不管怎么劝说 高丽国王就是一根筋要打明朝 李承贵一万个不愿意也不行 公元1388年4月 李承贵带兵出发了 一路上磨磨蹭蹭 走了一个月才到鸭路江 过了鸭路江后 李承贵越想越不对劲 不能就这么去送死 于是 他果断掉头返回了高丽首都开京 一不做二不休 把立主出兵的催营流放到南方 又逼着愣头清国王王无退位 令立王无之子王昌为王 经过几年的内部整合 李承贵在公元1392年 全部肃清国内其他势力 自立为王 并向明太祖朱元璋俯首称臣 尊朱元璋圣旨 除高丽国名 遵用朝鲜之号 并且 李承贵认为 开京王旗已尽 所以即位后一个月就迁都汉阳 也就是现在的汉城 明朝方面 由于顾虑到东北地区 还有残留的元朝势力 为避免朝鲜勾搭蒙古 便做出一定让步 把预备设在朝鲜半岛的铁岭位 迁到了今天沈阳市的凤吉铺 之后又迁到现在的铁岭 双方的领土争端 看似是暂时解决了 但是 李承贵这个人 蔫儿坏 表面上看起来老老实实的 实际上一肚子阴招 他一面跟明朝谈判示好 一面偷偷在边界搞事 阻止明朝在鸭禄江东岸重设铁岭位 明朝因为辽东的明军 缺乏粮食供应 也没有出兵惩治 趁着这个机会 朝鲜在争议地区 逐渐站稳了脚跟 公元1402年 由于朱棣修改了朱元璋 开拓东北的政策 改变了扩张方向 彻底放弃了 对鸭禄江东岸的领土要求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本打算设在朝鲜半岛的铁岭位 被明朝放弃了 而朝鲜却把国境线 推到了今天的位置